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专业均有正式的认证 这些的认证机构包括美国南部大学联盟的认证 也就是SAC-COC的认证 CIU也拥有美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认证 也就是CHIA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的认证 CIU开设从本科到博士多个学位课程 CIU同时也获得中国教育部的认课 被列入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的名单 2022年 CIU成立了KIFA学院 The KIFA Institute KIFA学院 The KIFA一词 是GIFA也就是CIFAS的亚兰文的形式 其原意为磐石 我们使用这个名字 是希望我们的毕业生 将来能够成为转化社区的兼顾的基石 该学院的主要功能 是整合本校已有的国际项目 在行政上统一管理 并进一步优化发展协同运作 CIU过去100年所累积的认证资格 全部延伸 并覆盖到KIFA学院的所有学位 也就是说 学生在KIFA学院所获得的学位 和留学到校本部英文课程 学习所获得的学位 是完全一样的 KIFA学院所秉持的是 全人教育的理念 具体而言 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是真理教育 也就是veritas 这是世界观 价值观 和信仰层面的教育 也是健全人格的根基 第二是品格教育 也就是virtual education 这个层面培养学生在道德 审美 及常识方面的高尚的品位 目的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第三个层面是专业的素养 也就是追求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卓越 KIFA致力于邀请 行业内的优秀的师资 把学生培养为具有竞争力的行业翘楚 总而言之 KIFA所提供的是以追求真理为根基的博雅教育 同时追求在专业方面的卓越 KIFA学院的理念 是优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 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 组织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 通过网络平台 以受众可以承受的学费 发放给符合录取条件的学员 主要针对的是全球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 通过扎实的职业技能培训 以及道德公益素养的栽培 鼓励学员扎根社区 服务社区 进而转化社区 我们真诚欢迎海内外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一同来参与本项目的教学与建设 本项目目前正在招收客座教授和助教 欢迎学有专长的朋友们来申请 KIFA学院目前已经开设的专业 包括临床心理辅导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 也就是MBA 在2023年的秋季 将开设MA in Cybersecurity 也就是网络安全管理方面的硕士 并在2024年的秋季 KIFA学院将启动本科项目的建设 本科项目所包含的专业 有心理学 商学 计算机 教育学 等等 KIFA学院的教学 有以下特色 首先 我们使用的是中文教学 让大家在学习中 没有语言的障碍 然后我们使用的是申请制 不需要联考 当然我们也有严格的 申请入学的标准 我们致力于优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 教育的质量非常的优秀 但是价格相对便宜 也就是性价比很高 我们所有线上线下的学位 都具有权威的认证 毕业后可以获得与美国校本部 就读同样认证的学位 我们采用线上线下教学的方式 时间相对灵活 工作学习两不误 在课程发放的形式方面 采用录播客和教授 面对面相互结合 互动性很强 教授一般每周都跟学生 通过Teams或者Zoom视频 与学生互动 回答学生的问题 我们项目里面所有的课程 这些的任何老师 都拥有博士学位 并且其中不少是终身教授 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我们拥有在线的课程讨论 目的是建立教授与学生之间有效的互动 我们有录播的视频课程 帮助学生了解基本的概念 理论方法和模型 我们有丰富的阅读的资料 让学生接触前沿的案例 理论和观点等等 我们也有各种的课程的作业 内容形式丰富多样 帮助学生做到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 我们也有学生之间的在线讨论互动 提供同学和老师随时彼此交流 彼此学习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KIFA学员的临床心理辅导硕士项目 本项目的学员 在完成所有课程之后 将获得哥伦比亚国际大学 心理咨询的硕士学位 也就是Master of Arts in Counseling 本项目正在寻求IRCEP 也就是International Registry of Counseling or Education Programs 国际心理咨询培训项目的认证 此外 我们也与美国纽约的 Albert-Allist Institute合作 选修该证术项目的学员 可以获得AEI 也就是爱丽丝研究所的 所颁发的理性情绪行为疗法证术 本项目毕业的学员 将掌握系统完整的理论知识 和优秀的咨询技能 适合在各种心理咨询单位 比如学校 医疗机构等等 进行个人辅导 婚姻辅导 儿童及青少年辅导 并对上瘾问题 创伤问题 等多种需求进行治疗 2023年秋季 KIFA学院全新推出 网络安全管理硕士 也就是MA in Cybersecurity 欢迎拥有相关基础知识的人 来申请报名 这些相关的领域 包括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工程 信息工程 电器工程 或其他相关学科 本项目开放少量的名额 给非技术领域专业的申请人 只要你不为电脑操作 有专心学习 接受训练的心智 都可以来申请 整体学费 大概6万人民币左右 当你获得相关的 网络安全认证之后 就可以在世界各地 寻找工作 我们希望KIPA学院 培训出来的 网络安全管理的学生 不仅仅装备最先进的 网络安全知识技术 还有一个基于真理的 健全的三观 为这个混沌的世界 诸如一股清流 学生们除了学习三门 哲学思辨课之外 在专业课程中 将会学习到计算机网络 作业系统 资料库 计算机结构 自动化网络安全防护 如何制造密码 进行加密 等相关的知识 学生还会学到 跟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 以及各种的伦理法规 PIVA学院的 工商管理所是 也就是MBA 我们这个项目的老师 都是在北美 澳洲 英国等地的商学院教书 其中很多是 Tenure Track 也就是终身教职的老师 这些老师 非常难以请到 但是他们都愿意 到这个项目里面来任教 并且很多是义务的 或者只零售很微薄的薪酬 原因是他们心里 怀着跟我们一样的 优质高等教育 平民化的这样一个理念 这是我们拥有 很高的教育质量的保证 你可以去看 我们的师资的阵容 我相信这个是 一个很客观的描述 在保障 高质量师资的前提下 我们希望在教学方面 在学费方面 也是平民化的 就是用社会普通民众 所能承受的价格 来发放高品质的教育 上次我们请到 原来在香港大学商学院 任院长的张介教授 他在给我们办讲座的时候提到 说他在香港大学任职的时候 曾经跟伦敦商学院 和哥伦比亚大学 联合开办过一个 EMBA的项目 要拿到这个学位 大概要花120万港币左右 而我们KIFA学院的 MBA项目 所有的学费 加起来大概是在 6万人民币左右 相比之下 我们的学费 大概是他们的 15到20分之一 但是学生们所领受的 教育的品质 学位的含金量 其实都是类似的 当然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学生们之所以 能够享受 这样高的品质 这样低的学费 很重要的原因 是大部分的学费 已经被资助人 吸收垫付了 我们的捐助人和基金会 跟KIFA学院 有着同样的 服务社会的理念 我们在办这个项目的时候 盼望我们培养出来的 毕业生 能够认同我们的教育理念 也就是大家从 这个全员 来领受恩典 我们也盼望 我们将来的毕业生 能够成为感恩的人 感恩的方式之一 就是回报社会 另外一方面 也希望我们的学生 将来学有所成 记得母校 记得这个项目 回馈给学弟学妹们 资助这个项目 帮助我们一起来发展 形成一种 良性的回馈机制 KIFA学院 所盼望的是 大家不仅仅 来这里拿一个学位 更是在 人生的设计规划 以及对整个社会的 贡献的方面 我们结成一个团队 携手 共情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 看到我们的 联系的方式 欢迎学子们 前来报读 CIU KIFA学院的 各个专业 并以各种的方式 参与到 这个项目中来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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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亲爱的同学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哥伦比亚国际大学CIU皮法学院心理讲堂的直播间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讲座呢是由陆鲁宾教授诊疗团队的 胡明传医师带来的关于青少年双向情感障碍的主题 双向情感障碍是一种常见于青少年时期的情绪波动性疾病 不仅对我个体的心理和社会功能造成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对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挑战 所以胡明传医师是这个领域的资深专家 今天他将通过科学的角度帮助我们解析双向情感障碍的一些成因和应对方法 并提供针对青少年和家庭的有效应对策略 我们盼望借着这样的交流和探讨 让我们都可以学习如何更好的理解和知词 面对此类挑战的青少年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点击您右上方的直播分享键 将讲座分享到您的朋友圈 或者是转给您身边有需要的人士 我们注目会时的同学也可以分享客服老师发出了海报到您的朋友圈 谢谢大家 那在讲座正式开展之前 我先简要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和KIFA学院 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简称CIO成立于1923年 我们已经有100年的历史 这所美国的私立综合性大学 我们所有的专业都获得了美国南部大学联盟和美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等权威机构的认证 CIO也获得中国教育部的认可 列入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的名单 那我们下属的KIFA学院是致力于优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 目前我们开设了中文在线的硕士项目 包括三个专业 有我们的临床心理辅导硕士 计算机网络安全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NBA 以及我们正在筹建的本科项目在2025年计划启动 欢迎大家关注 那我们学院的中文在线硕士项目的师资都非常优秀 他们都是可以用中文教学的华人教授 都拥有博士学位 同时都有海外求学任职或任教的经历 他们不仅在学术上很精进 还可以为我们的学子带来跨文化的视角 最宝贵的是 我们的教师非常重视用生命来影响每位学子的生命 因此他们愿意花时间来和学生们建立美好的关系 而我们的同学们可以克服语言的障碍 用中文来写作业 以及和教授面对面的互动 但是我们获得的学位是和美国校本部留学 就读同样的认证学位 这个学位没有特殊的中文教育 或者是在线教育的字样 是全球认可的 那我们受使命所托 学费次平民化的各个专业的学费 仅1万美金左右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疫情后的一个世代 是遍地满了心灵破碎的人 包括我们大量的青少年 也正在饱受心灵疾病的困扰 所以我们拿什么来医治这地呢 我们就推出了临床心理辅导硕士项目 我们希望为华人社区来培养优秀的临床心理咨询师 那我们学校还推出了MBA项目 就是非常重视商业技能和真理价值观 以及生命成长的融合 那我们的任科教授都非常的优秀 他们在全球各大知名商学院任教 而且都拥有终身教职 那正常的情况下 要听到他们的教学是要到一些费用很高昂的 MBA项目当中来 那他们愿意俯升到这个平民化的项目当中来服饰 是希望栽培一批在基于真理的商业道德和 得这样的一个工商管理的人才 所以欢迎在职场商界有使命和负担的学子 来申请我们学校的MBA项目 我们还有计算机网络安全的这个项目 这个专业呢目前是非常这个就是拥有良好的职业前景 他非常热门的一个专业 因为他有很高的职心 也有很也又是一个很高职缺的热门专业 但是我们非常注重的是基于真理的这种价值观 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网络安全的底线 以及他的防火墙 我们也欢迎有计算机领域背景的申请来申请 那目前我们学校2024年5月份开学的这个夏季学习 正在接受申请 所以欢迎师友们也为我们转发我们的招生信息 也欢迎学生及时的来申请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截屏扫码 联系我们招生老师的微信要招生简章 那今天我们讲座的联合主办方是陆武斌教授的整疗团队 那这是一支以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医用病重而作称的整疗团队 他们具有相关领域引领国际前沿的这样的一些水平和能力 在临床的医疗当中 他们成为了抑郁症青少年家庭的希望和领航灯塔 那他们擅长以恢复社会功能为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包括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等各种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疗 都是他们所擅长的 所以欢迎大家关注陆教授团队 他们的联系方式 你们可以截屏扫码 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或者关注北京伊林医院的公众号 或者将我们客服老师的微信都可以联系到陆教授的团队 好 那我们也同时鸣谢本次联合主办单位 加拿大心理健康互助中心 他们是一间在加拿大联邦政府注册的非盈利机构 他们希望为一些遭受心理健康问题困扰的人们 搭建一个心理健康的互助平台 所以他们提供了免费的华语服热线 一对一的彭贝心理支持等无国界的公益服务 也欢迎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扫码联系他们 好 接下来就要请出本场的嘉宾胡名传医师 胡医师拥有30年的临床精神医疗经验 他曾经在急性与康复病房担任主任医师 而且他深入地研究了双向情矮 情感障碍症以及酒精的依赖等 他的成果都在国际期刊中得到发表 他的专长包括个体团体和家庭心理治疗 同时胡医师也作为国内很多所大专院校的讲师 为我们讲述心理学的相关课程 所以我们再次地欢迎我们的朋友们 将这个讲座信息通过微信朋友圈等方式 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邀请到更多的朋友可以来聆听到胡医师 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如果希望收看讲座回放的 也可以将我们科夫老师微信 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 讲座结束之后 我们会在回放链接 还可以继续发给大家 好的那我接下的时间就要交给胡医师 有请胡医师 麦克风没开 需要给我共享全线 谢谢 好的好的 你可以共享的 可以的 现在就可以共享 现在还是不行 因为你那边没有停止吧 老师你是哪一个那个昵称需要共享 这个胡医传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可以的 这个已经是联系主持人了 好的 这样行吗 我把文件给你们来共享可以吗 好的我可以来 好 我这边出现状况共享不了 谢谢 是你之前发的那份吗 Sara 在群里面发的 是的 好嘞 马上啊 稍等一下 请胡医师稍等一下 请同学们也稍等一下 很快就可以处理 今天可以看到吗 需要等一下 好了 好 来 又请胡医师 各位家人们 晚上好 我是北京 宜宁医院 胡明传医师 很高兴 今天晚上 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 分享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青少年 双向情感障碍 请放下一张 首先一开始 在青少年 例如像在初中 高中 这个年龄层的青少年 有时候 在整个学习过程里面 或是在生活上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让爸爸妈妈 或学校的老师 觉得很困扰 打个比方 有时候 这个学生会 有一段时间 他会辍学 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上学 如果家长很细心 有可能会 探索他的原因 例如有一些科目 会不会很困难 上课听不懂 或是跟同学相处 是不是可能 出了一些问题 例如被同学孤立 被同学霸凌 等等 另外有一些 孩子们 他会有严重的网瘾 现在我们这个年代里头 尤其特别是一些 东方的国家 像我们中国 还有日本 韩国 等等 许多学生 他会有严重的网瘾 那一离开手机 他就非常的焦虑 那爸爸妈妈 也觉得很痛苦 不管怎么样 劝告都没有用 甚至于会为了 孩子用手机的问题 爸爸妈妈 会一直吵架 闹不愉快 另外失眠 有些人晚上会 睡觉睡不好 那他是日夜颠倒 还是他睡眠需求减少 所以失眠也是一个问题 另外有一些青少年 会一激热 例如给他一边 小刺激 他就会有很大的反应 那有很多时候 爸爸妈妈会觉得说 他这是叛逆期 那知道他是叛逆期 还是大家觉得非常痛苦 因为这个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跟处理 好 警方下一张 好 再过两周 就是3月30号 是世界双向情感障碍日 那因为那天呢 是梵高的生日 然后所以世界上就把梵高的生日 定成世界双向情感障碍 那以这一天来当作是双向情感障碍日 那其实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于说 双向情感障碍它并不是一个很恐怖很可怕的疾病 打个比方 像梵高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他本身有这个疾病 但是他在世界上也有相当大的成就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发挥一些想象力去想 这世界上的确是有很多伟大的人物 不管是像梵高这样子的这个艺术家 那或者是一些音乐家 或者是在各个国家或地区 他的党政均高层 或者是说像一些影视歌星红星等等 他们其实都会有双向情感障碍 但还是可以表现得非常好 在整个世界上都有很多出众的表现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一种疾病 这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示范跟案例 请放下一张 那青少年如果说有一些烦躁易怒 唱反调或是沉浸于网络的世界日夜颠倒 或者说为了这些问题 他没有办法持续课业 就所谓的休学或是措学 那其实这些青少年并不一定是叛逆期 而应该要先考虑他会不会有情绪的障碍 例如双向情感障碍等等 那现在有一点很让我们值得安慰的地方 是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这个孩子 他好像不是单纯的叛逆期的问题 所以现在明智已开 很多爸爸妈妈就会及早地把这个孩子 带到医院来做一些评估或诊断 那以我们医院来讲 我们医院的所有的门诊以及住院 全部加起来算起来 几乎大概都至少七八成以上 都是青少年的孩子 都是由他们的爸爸妈妈带过来医院看 请帮下一张 那一开始为了让大家了解到什么是双向症 那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说明 那双向症就是因为躁欲症 它的意思是说 这个人有一段时期 他可能是处在躁光期 还有一段时期可能是处在抑郁期 那现在在这个图面上 有一条水平的线 假设这条线叫做情绪平稳 那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在这地球上 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 他的情绪是跟这条水平线一样 这样平稳 这不可能的 任何一个人都有喜怒哀乐 一般的情绪波动 那是合理的 请放下一张 就像这条线 它是有一个波浪状的起伏 打个比方 如果有一个学生 他在学校里头名列前茅 考试考得很好 那么他的情绪会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是夫妻吵架 他情绪会差一点 那如果有一个人 他过生日 开生日party 跟朋友出去外面吃饭 喝酒 唱歌 他情绪会高起来 就好像这里所画的 这个波浪型的线条一样 会有时候高一点 有时候低一点 有时候快乐 有时候悲伤 这种正常人 一定都会随时有 正常的喜怒哀乐 这样子的情绪波动 这正常的 那至于双向针的 罩黄发作的时候 请看下一张 下一张 我们这边又有一条 暗红色的线 慢慢往上面 增高增高再增高 增高到最高点 我们那个有绿色的箭头 指出来那个地方 那就是双向罩黄发作到 很严重的情况 那么在大家所看到这个图 绿色箭头指的地方 当它罩黄发作的时候 可能有个症状 例如 每个人的症状 有天长之别 因为人类 毕竟是人类 人类并不是工厂里面 制造出来的铅笔 每一支铅笔都长得一样 那人类同样是得到双向罩黄 但它的症状千奇百怪 天长之别 答应比方 大概有差不多三成左右的病人 他所表现出来的 是非常夸大的想法 举几个例子 可能这个人他会觉得说 从天上会传递一些讯息 下来给我 让我变得很厉害 这个传递讯息下来的 可能是上帝 可能是神明 可能是外星人 那传递这些讯息 到我脑子里头 就会让我变得非常厉害 那我有很强的能力 这个世界太乱了 我可以救国家 可以救世界 可以取代领导人的位置 我会承受这些很大的任务 那另外一方面 如果这个人本身 假设他本来是对于 艺术方面会有兴趣 那他可能会觉得说 他会变成一个全国知名的艺术家 对文学本来有一点点兴趣 他可能就会幻想说 我将来可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那对科学有兴趣的人 他可能就会想说 我将来稍微努力一下 我就可以有很大的能力 例如像变成像前学生 或者像袁隆平等等 这种很了不起的科学家 影响全世界 大概差不多三成左右的人 会有这种夸大的想法 那另外大概有七成左右的人 他不会有这么明显的夸大想法 他表现出来的可能会是烦躁 或是易怒 那么在易怒发鼻气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一些过激的行为出来 最经典的表现 例如像他可能会摔东西 摔的东西 从很贵的笔记本电脑 或是手机等等 到比较便宜的桌上 零零碎碎的小东西 全部刷一下子摔到地上去 这都有可能 那烦躁易怒的时候 他可能会对身边的人咆哮 就是大吼大叫 那我们想想看 最有可能他会咆哮大叫的对象是谁呢 那肯定是他最亲近的人 比如爸爸妈妈 因为亲力者狭慢 那另外还有可能 他有更偏激的行为出来 可能会敲桌子 垂墙壁 踹家具等等 那有些人到极度严重的 不稳定的情绪 他还可能会合并一些妄想 或是幻觉 那另外还有一个症状 就是购物狂 就在这个图上 所指的绿色箭头里面 那购物狂发作的时候 这一项的购物狂 是有点是 有点是 是广义的意思 不只是单纯的买东西 有可能他是花很多的钱 例如像他会在游戏里面充值 买皮肤 买装备 那至于花钱买的东西 很多时候买来的东西 是没有用的 例如所谓没有用的意思 只做 好比说买了一大堆的衣服 放在衣柜里面 连标签都没有拆 等等 会花很多钱 那我们看到 在临床坐酒宴 就发现 有些人买的东西 千奇百怪 非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有一些人造行发作的时候 会上网去买骆驼 或是买孔雀 那么客人就觉得 这个完全傻眼 他什么东西都会买 还有更夸张的 有时候 在短短的一周里面 他们的家就送来 一百多个或两百多个包裹 就全部都是外卖 全部都是游递过来的包裹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最重要的指标性的症状 就是性方面的欲望 会变得很强 那关于这一点 我们中国人非常的含蓄 所以大部分的中国人 不太好意思开口 但是一定要面对 尤其我们身为一个医生 一定要详细地问 问每一个症状 其中最重要的指标 是性欲会变强 男生跟女生 性欲变强的时候 都会表现出性泛滥的行为 哪个地方 如果是男生 在这个绿色的箭头 这个地方 造房发作很严重的时候 他每一天性欲都很强 可能每一天都想要 跟自己的太太 或女朋友发生性关系 那如果还不够的话 可能还会花钱 到外面去嫖妓 那对于女孩子来讲 他可能是性欲很强 有可能会到夜店去 每天都想要去 找不同的男人 发生一夜情 或者是说 到路上去 随便就拦了一个出租车 那上去以后 就要跟这个师傅去开房间 这种情况是 相当的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那么这病人来我们医院 看能诊的时候 我们详细地问病情 问到性方面的欲望 一定会立刻清场 不管他的家属是谁 都一样 一定要请他全部的家属 都到外面去等着 因为这是个人最私密 最隐私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清场 不能够让家属听到 那就是造皇八作的 就是以上所描述的这些症状 好 请看下一张 那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症状 大家对于造皇八作 已经有了初步的印象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造皇八作 以下所秀出来的这三张 那个PPT 最主要的就是一些我们专业的说法 那这是为了原汁原味的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引用原来的条文 我们精神科诊断任何一种疾病 都不能够说完全靠这个医生本身 自由心症胡思乱想 发挥想奖励 这不可能的 我们有一本定义的书 叫做DSN系统 它就是像现在 我们放出来的这个条文一样 这样一字不肉的显示出来 给大家看看 那造皇八作的症状 就是在辛勤高王开过的期间里面 它有下列这七项 其中有三项或四项符合才算是 那么今天把这些条文 原汁原味的呈现在大家面前 那当作只是当作一个示范 并不是要建议大家 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如何诊断 如果说我们在线上的家人朋友们 如果你并不是医生 那么建议你把这个诊断 完全都教给医生 那再强调一次 那今天在这边把这些条文 都原汁原味的显示出来 根本就不是希望 教大家学会如何去诊断 而且甚至于是反过来 在这边主要是 为了要建议大家 把这个诊断完全教给医生 那不要说你自己 努力的去研理这几个 诊断的条件 然后套在自己家人的身上 因为这中间有很多专业的部分 好 打个比方 这几条里面 那那个 麻烦回到上一章 那总共在造狂发作 总共有七个诊断的条件 我们举几个例子 像第一个就是膨胀的自尊心 在清楚的一段时间里面 异常而且有很高昂的情绪 这情绪可能会拍过头 或是很开过 也就是说自己心情 非常地愉悦 那会有以下的这七个症状 那第一个就是膨胀的自尊心 或自大狂 这是刚刚一开始 在造狂那个绿色箭头的地方 跟大家解释的 会有很多夸大的想法 觉得自己有身负 很重大的使命 另外第二个 睡眠需求减少 那在这里跟大家科普 有两个词 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来 一个叫做失眠 另外一个叫做 睡眠需求减少 这两个词 不一样的地方 说简单也简单 失眠的意思就是指 晚上睡觉睡得不好 可能入睡困难 或中间中断或早醒 那变成白天 他觉得很疲倦 很半困 这叫失眠 那睡眠需求减少的意思是指说 晚上睡眠时间很少 晚上不太需要睡觉 就像这边所 括号里面所讲的 请睡大概三个小时 就觉得自己休息足够 换句话说 晚上睡觉时间很少 但是白天觉得精力旺盛 觉得精力永远又不完 另外第三个 就是花非常多 滔滔不绝 而且是滔滔不绝到 你没有办法去 轻易打断他说话 第四个就是意念被要 或是主观觉得 这个自己的思绪在奔跑 那有一些病人 会描述的很鲜活逼真 很多病人会描述说 哦 你的想法 在头脑里面跑非常快 快到我自己都追不上 我自己的想法 这叫意念被要 好 请看下一张 就意念被要以外 还有就是会 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 一旦身边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就没办法好好地做 自己已经在做的事情 那第六个就是增加目的取向的活动 后面括号写 那社交工作学业 就自己认为自己能力多到用不完 那一直想去参加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 或者说性生活会比较泛滥 或者精神运动性的激动 这精神运动的激动就有点类似 好像他坐不太住 整个人就像那个苍蝇或蜜蜂一样 走来走去 坐立不安 这叫做精神运动的激动 另外第七个就是过分参与 极可能带来痛苦后果的愚人的活动 这边后面括号 前面说讲的无节式的大采购 就是先前所说的购物狂 另外还有清衰的性活动 刚刚之前在讲造狂发作的时候 有跟大家举例一些男生跟女生 性活动增强的情况 好 请看下一张 那遭遇症又称为双向情感障碍 他的意思指有一段时期是情绪高高高高到造狂发作 那刚刚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解释造狂的意思跟症状 那另外会有一段时期 他的这个情绪的障碍是跌落谷底 就好像这张图上 那个深红色的一个曲线 它往底下跌落谷底的时候 就在绿色箭头那个地方 在跌落谷底的时候 他发作的情况就跟一般社会上所讲的抑郁症 是完全一样的意思 那他主要是有九条的诊断条件 请看下一张 那我们很快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抑郁期发作 他有哪些症状 请看下一张 那双向情感障碍又称为躁郁症 有的时候是处在躁狂期 有的时候是处在抑郁期 当他处在抑郁期的时候 有可能有以下这九条症状 那其中如果超过五项 就算是抑郁期发作 那首先第一个症状就是脾气会暴躁 或是情绪会沮丧 这个情绪沮丧就是指一般的抑郁 或性情低落的意思 那这个情绪暴躁 在抑郁期发作的时候 他会情绪暴躁的机会 其实非常小 那我们几乎看到会 在抑郁期情绪又有点暴躁 这种状况 最常发生在老年 老年人的身上比较有可能 那这个状况是比较细 比较特别 以后如果有机会 再跟大家介绍老年人的疾病 请看下一张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 对平常喜欢的事情 会提不起兴趣 那么这一点也是一样 虽然这句话看起来简单 平凡 一般人都可以听得懂 或看得懂或理解 那但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讲 这是所有的诊断里面 极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我们医生在专业上 诊断一定要非常的精准 那不能够误诊 所以以 这个抑郁症发作 几个症状里面 这条会特别重要 打个比方 我们要判断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心情 跌落谷底 我们要看看 他平常喜欢做的事情 有哪些 现在是不是都不喜欢了 打个比方 我们要先问问看 你平常有哪些休闲活动 兴趣嗜好 来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情 可能我们会让这个病人 自己描述 他可能是喜欢 喜欢去做一些运动 喜欢打网球 或是喜欢去看电影 或是喜欢跟朋友去逛街 吃吃喝喝 或是现在绝大部分的人 几乎每天都我的兴趣 就是玩手机 玩手机 当然我们会详细的了解 他是上线去打游戏 还是看看小视频 还是看电影 等等 那如果这个人 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心情低落 但是他平常的时候 那竟然还有时间 能够愿意去上网 游戏 特别是上网去打打游戏 那即便他几乎是逐步出户 即便他外表看起来 好像心情低落 或焦虑或负面情绪 那我们都不认为 他是跌落谷底的 一与其发作 因为至少他还能够上网去打打游戏 所以这是我们在诊断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或专业的考虑 请看下一张 那么第三个就是 体重或是食欲有所改变 那这一条如果去查看 他的这个诊断条件的原文 我们很多人 就刚刚一开始接触这个条文 会觉得真的蒙了 因为他原先的条文 是指体重有可能会增加 也有可能会减少 食欲也是有可能会增加 可能会减少 所以很多人一接触到这个条文 就说你们精神科的疾病 为什么会定得这么奇怪 我们大家看不懂了 那为什么抑郁症 你又说是体重会增加 又说体重会减少 其实这道理不难理解 因为在所有抑郁期发作的病人里面 大概有差不多80%的人 是食欲差 体重减少 那有少数一些 我们称之为非典型的 就不太典型的地域期的发作 那是食欲会特别的好 我们想想看 这也蛮合理的 因为很多人有负面情绪 我们不管是不是有精神科的疾病 很多人心情不好 心情低落的时候 常常就靠着胡思海喝 暴饮暴食 来调整自己的情绪 请看下一张 接下来一个诊断的条件 就是会经常的失眠 或是睡眠过度 这跟刚刚的道理也是有点类似 很多人刚刚一看到这个条文 就觉得这个定义非常奇怪 那为什么会又写失眠 又写睡眠过度 这两样不是相反过来的吗 跟刚刚一样的意思 在所有抑郁症的病人里面 大概有80%的人 他是失眠 而且这种失眠 我们更细心地去看 他主要是早醒 就比平常的时间 还有提早两三个小时醒来 叫失眠 那有20%的抑郁症的病人 他是睡眠过度 我们看过 有些非常严重的睡眠过度的病人 一个人正常的一天24个小时 那有些抑郁症非常严重的病人 他每天躺在床上睡觉的时间 可以睡到18个小时 或20个小时 21个小时 他整天躺在床上 心醒睡睡 睡睡醒醒 就算醒来 他可能也眼睛睁开 盯着天花板看 是比较严重的睡眠过度 请看下一张 那另外就是 这个精神运动会 那个迟缓 或是会精神运动的积月 那精神运动会迟缓 这也是我们评断 这个人是不是抑郁症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真正严重的抑郁期 发作的病人 最典型的状况是 他整个人呆在家里 整个脸色 好像是一块木板一样 动也不动 很平板的木板 那么或者是整个身体 好像一块大石头一样 就可能是坐在家里 或躺在家里 一动也不动 像这种状况 我们才比较能够确定 他是抑郁期的发作 请看下一张 每一天都会疲倦 或丧失经历 那这一点有很多人 如果说直觉的去想 当下的你好像是 每个人都会觉得很疲倦 所以这条如何去解释呢 很简单 就是你自己必须要 跟过去的你来比较 例如今天的你 你要想想看说 过去那两三个月的 同一个时间点 例如像现在是晚上 那你要想想看 过去的两三个月 晚上这个时间点 这个七点多八点 这段时间 你会疲倦吗 如果以前不太疲倦 可是目前今天的你 这时候会比较疲倦 那比较能够符合这一条 上市经历 请看下一张 过度的自责 或是无价值感 那这个部分 光看意思 可能有一些人能够明白 有一些人不太理解 所以立刻举个例子 过度的自责 意思是说 有的时候错不是在你自己 但你会把所有的错 都攔在自己身上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一些已经不合理 失去现实感的 自罪自责 打个比方 如果有一个五十岁的太太 她的女儿 二十多岁 年轻漂亮 工作也很好 是一个人生胜利组 但这个五十岁的妈妈 她在抑郁症八周的时候 她可能就会胡思乱想 想说 我这个女儿 在她三岁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她发高烧 那那个非常紧急 可是当天 外面因为风雨交加 所以我懒得 把她带到医院的 急诊室去看 我真是一个坏妈妈 我怎么可以 这样子不负责任呢 可是实际上 这是以前早期的事情 早就已经过去了 而且今天她的女儿 二十多岁 就在她眼前 是表现出来的是 人生胜利组 有很好的工作 很好的家庭观音 等等 可是这个妈妈 却把以前 五十后的事情 刮出来想 然后自罪自责 认为以前 自己是做错的 像这种 脱离现实感的 自罪跟自责 或是无价值感 请看下一张 你们无法做决定 或上市集中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抑郁期发作的时候 有很多人 他没有办法 好好的工作 没有办法好好的上班 或是去学校 因为他的认识功能变差 没有办法做决定 所以常常工作 没有办法好好的做 请看下一张 最后一个就是 会有个自杀的想法 欢迎这一点 稍微跟大家描述 跟解释一下 如果你身边有个人 他有自杀的风险 例如他有提到说 他觉得活着没意义 那这次我们先暂时 先不论他是 到底是抑郁期 还是造房期 还是有什么精神科的疾病 那一定要再详细地 跟他谈一谈 他对于自杀的想法 那有一个迷思 即便是医疗人员 可能有一些 比如之前的医疗人员 都会担心害怕说 我跟这个病人 如果多谈一些自杀 会不会因为 他本来不会自杀的 但因为我现在 跟他谈了自杀的想法 所以就触动 他自杀的行为 他真的跑去跳楼死掉了 变成我把他害死 其实大家完全 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世界上 没有人有那么厉害的能力 说本来不会自杀的 因为你讲几句话 就逼到他去死 就算资深的精神科医生 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 把一个人逼到死为止 所以一定要详细地 跟你身边的人 有自杀的风险 要跟他谈一谈 自杀的内容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 初步评估一下 看他自杀的风险 是否很高 那现在就 比较简单的 观念 来跟大家分享 跟介绍 怎么样评估 风险性 打个比方 我们要先问一下说 你是 只有想死的念头 闪过头脑吗 还是有一些具体的计划 如果说他只是 有想死的念头 闪过头脑 那这时候是 属于比较轻微的 风险比较低的 那如果说 他有一些计划出来 那你就要用 用你日常生活的知识 用common sense来判断 那致死率高不高 我们冷静想一想 这中间根本就没有 什么专业的成本在里面 因为一个 一个 自杀的行为 如果有这个计划 那么 你用日常生活的尝试 就可以判断 他致死率高不高 我们随便打个比方 以吞药来讲 致死率会不会很高 那 如果说 有一些人觉得 吞药致死率率很高 那可能是 看电视 看电影 看太多了 因为现在要非常安全 至少以精神科来讲 真正能够吃到死的药 根本没有几样 我们打个比方 像那么多的药里面 真的吃到好像比较容易死的 也就是有碳酸梨 那其他大部分的药 其实相对是很安全的 那另外再举个例子 如果割碗 割碗的话 那 看起来是很恐怖 尤其大家看一些 那个宫斗剧 或是看一些 一些电视剧 就会觉得说 好像割碗看起来很恐怖 可是它只是恐怖而已 它致死率相对来讲 也并不是很高 因为通常割到的 就是平常的 这个静脉 居多 那血流流的话 血管会自动收缩 那我们再打几个比方 例如像那个 卧鬼自杀 当然死亡率很高 还有举枪自禁 跳楼 烧炭等等 像这些都 用日常的 那个经验来判断 就会发现它致死率很高 这种情况 我们就当作 它自杀的风险 是相当强烈的 那请看下一张 那当然如果有自杀的风险 贫固起来比较严重一点 就要尽快地寻求协助 那最值得的方法 就是赶快带到医院来 基本是三更半夜的话 也可以考虑去看急诊 好 那接下来一个部分 刚刚详细地 跟大家介绍 双向情感障碍 像躁狂的 这个情绪表现 还有抑郁的表现 那现在 讲到双向情感障碍的原因 双向情感障碍 它原因有十多种 不同的原因 强碰在一起造成的 那我们不管是在 在这个 跟家属解释 或是跟病人解释 或是在什么地方上课 通常都会 不可能把那十多种的原因 一条一条这样列出来 一条一条 挨个儿跟大家解释 跟说明 如果这样十多条 一条一条这样讲 还没讲到最后 大家都听得不耐烦了 或听得想睡觉了 所以为了要让大家 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所以我们就把那十多种 不同的原因 获起来 变成两大类的因素 这样大家记一辈子 都不会忘记 第一个就是 生物生理的因素 也就是头脑里面的 一些神经传递物质 不平衡 我们精神科 经常被提到的 头脑里面的 神经传递物质 就是neurotransmitter 这neurotransmitter 神经传递物质 比较常被提到的是 像血腥素 或是多巴胺 或是去甲 肾上腺素 或是乙烯胆碱 等等 这是一种 神经地质不平衡 那这可能是 因为跟体质有关 或是跟遗传有关 那遗传的话 有时候 这个病人的 爸爸妈妈会说 我们有血缘关系 在人里面 问起来 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精神科的疾病 可是有可能 你往上回溯 五代 六代以前的祖先 可能他曾经 有这方面的问题 甚至于发病 但是那个年代 并没有精神科 所以就误诊了 就不知道 他曾经有发过病 另外第二大类的因素 是心理跟环境的因素 心理跟环境的因素 例如像可能个性 是私人也 而有私籍也 也就是说 这个人他可能是 比较喜欢胡思乱想 可能他喜欢 钻牛角尖 可能他比较喜欢 负面的想法 或是个性比较执着 另外 父母亲从小教养的过程 也有关系 外在环境的因素 例如最近 是不是遇到一些压力 那这都是有可能的因素 请看下一张 那么这两个比例 我们就分开来 生物生理的因素 占的比例很高 高到90% 另外心理跟环境的因素 占的比例非常低 就只有10% 那我们一直希望 所有的病人跟家属 都要记得这两个比例 一个90% 一个10% 希望大家都记一辈子 不要忘记 两个原因 第一个 既然知道 生物生理的因素 占大部分 所以就要强调 吃药的重要性 所谓的水来土掩 冰来降挡 那既然知道 大部分的因素 是头脑里面的 神经地质不正常 所以靠着吃药 就很能够达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 所以第一个原因是 希望大家知道 吃药的重要性 要配合吃药 那第二个因素 就是希望大家 从今天开始 都养成一个 比较圆容的心态跟想法 也就是说 不可以单一地 归咎于某个因素 举一个例子来讲 因为这个病是 发生的 发作的年龄 都非常的小 待会跟大家解释 尤其我们中国人 在这个年龄层 发病 年龄都非常小 所以大部分都是 爸爸妈妈 带来医院看的 我们经常会发现说 有时候如果 没有解释得很清楚 这个当妈妈的 都会自罪自责 可能他会想说 那这个孩子 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我曾经打过他一巴掌 对他太严格了 所以才害他发病 我们冷静想一想 跟这个打一巴掌 根本就没有关系 想想看 如果说我们中国人里头 有100万个孩子 小时候都被妈妈打过巴掌 那会不会这100万个孩子 将来长大 全部都得到双向 双向情感障碍 全部都得到躁遇症 那不可能的 所以这因素 即便是有关系 那他占的比例也非常小 所以绝对不可以 互相的去责怪 归咎这个原因 那从好多年以前开始 就在中国大陆这边 就发现说 有很多标准典型的 生病的一家三人组 因为一胎化的关系 很多家庭都是 爸爸妈妈在配上一个小孩 很经典的 这个三人组的组合 通常都是一个 很控制欲很强的妈妈 很强势的妈妈 那配合一个 很冷漠不管事情的爸爸 再配合一个生病的小孩 通常这是一家三人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更容易这个妈妈 会责怪爸爸说 你平常不管小孩 你给他很少的关怀 照顾跟爱 所以害他发病 那爸爸会骂妈妈说 你平常控制欲太强 对孩子管教太严格 所以害他发病 总是很经常见到的 互相怪来怪去的 那以后我们就不要再互相的 归咎于某一个因素 好 请看下一张 那接下来就要介绍 像双向情感障碍 它的一些典型的病程 这几条列出来的是 非常经典的特征 就是双向情感障碍 它有这几种特征 第一个就是发病的年龄很早 打个比方 我们中国人 又跟西方的那些 白种人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基因的关系 所以像西方白种人 他们发病的年龄 就双向疾患 发病的年龄 大部分都20岁到30岁 这算是一个高峰期 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孩子很奇怪 大部分都是在很年轻就发病 我打个比方 就绝大部分我们发现说 是在初中发病的年龄层 这是最高的年龄层 大部分是初中发病 那如果医生更细心 更详细地去问 还可以问出有些人是在小学 五年级六年级就发病 再强调一次 这是医生一定要非常有耐心 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详细地问 才能够问得出来 所以这个病发病的年龄非常早 那另外第二个特征就是 刚刚开始几乎均以 抑郁症状表现出来 那不管是我们中国人 或是西方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地区都一样 绝大部分几乎 如果双向情感障碍 有差不多将近八成以上的病人 他生病第一次发作 都是以抑郁的症状来表现出来 打个比方 我们经过太多这样子的案例 就来到我们医院的话 他先前可能都在别的医院看过 那在别的医院看过 不管是比较大的医院 像北大六院 回荣冠安定 或其他的各个地方的医院 那他们在诊断出来 我们看到好像大部分的孩子 诊断都是抑郁症 那有的医院写得更保守一点 经常发现说 他们做一些量表以后 就说这个孩子是 轻度抑郁合并中度焦虑 或是重度抑郁合并 中度焦虑等等 会这样的混搭 那大部分都是因为 他当下在某个医院的医生面前 他表现出来的症状 就是抑郁症 就像刚刚跟大家分享 那九条卡通图画里面 那九条里面 它符合五条以上 所以当然很容易被诊断成抑郁症 那这不能够怪这些医生误诊 因为这个孩子他出现在 这个医生面前 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抑郁的症状 那我们唯一可以去批判 那些医生的地方 就在于说他们忽略了一点 就这个病发作的年龄非常小 所以说如果说在25岁以前 他有抑郁症的症状表现出来的话 那绝大部分都不是真正的抑郁期 因为在25岁以前 如果有完全符合抑郁的症状 我们给他追踪 追踪了十年以后 那至少八成以上 他总有一天会有造房的症状跑出来 换言之再次强调 就是在25岁以前 他即便表现出来完全都是抑郁的症状 那么我们都不认为他是单纯的抑郁症 因为总有一天他会有造房发作 换言之25岁以前 那如果是抑郁症发作的话 基本上有很高的机会是双向情感障碍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会误诊为抑郁症 常常误诊为抑郁症 那大家要避免误诊 就刚刚说讲到的那个原则 就是25岁的原则 那接下来再更复杂的一点 就是如果这个疾病 它会合并妄想或是幻觉 那常常会被误诊为精神分裂 那刚刚稍早有跟大家分享 有的时候双向造房发作 的确当下有可能会合并一些妄想 或是幻觉 那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常常被误诊为精神分裂 例如这样子的孩子 他情绪不稳定 又合并有妄想 又有幻觉 又本质上又是情绪不稳定 到符合造房 那很多医生就看到说 这个人他乱到不行 然后他有幻听 然后又有被害妄想 那认为说是精神分裂 那其实如果说 这个医生非常的细心 你多花一点时间 非常容易去分辨出来 这个人到底是造房发作 还是精神分裂 虽然这有点专业 但是现在这样子分享这个观念 相信大家已经都听得懂 所以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些很有用的一些经验 这要分辨出来这个人是 双向即换还是精神分裂 第一个方法是看他 整体上的症状表现怎么样 好 打一个地方 如果说你看他的症状 好像情绪波动 占的成分跟比例 似乎比较大一点 因为他常常的混乱 情绪有时候很高昂 烦烧易怒 有时候心情低落 这个成分占的比例非常多 那他虽然有妄想跟幻觉 但这些妄想跟幻觉 感觉起来好像程度上 并不是那么顶严重 或者说时间看起来并不是很长 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那另外第二个也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 就你看他过去那么一段长时间里面 他的功能怎么样 就是功能的意思 打个比方 如果说他先前到现在 好像有时候好一点的时候 他会学校还可以去 或是工作还可以做 有时候稍微差一点就会休学 又过一阵子可能勉强又会去上学等等 这种情况 功能好像有的时候还好 这个就比较倾向于是双向疾患 那如果说他以前到现在 好像功能长期以来都非常的不行 已经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好好的上学 或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工作 这种功能差的话 那我们就比较倾向于他是精神分裂 那另外还有一个也可以分辨出来 就是看看他这个症状是不是一阵一阵的 如果是双向疾患 他会一阵好一阵坏 一阵好一阵坏 那如果精神分裂的话 他都是大部分处在比较不好的情况 那最后还有一些是 我们医生观察比较有用 我们会看这个病人的整个整体的态度 或是眼神 打个比方 如果说是双向情感障碍 这个病人他眼睛看你的时候 会直勾勾的死盯着你看 好像眼睛会发出一些闪光一样 那但是如果是精神分裂 他本质上就是害怕 他害怕东害怕西 他整个人活在害怕恐惧之中 所以像精神分裂 他的眼神就根本不敢直勾勾的看着你 更有甚者很有可能 他根本就不敢跟人类接触 他会躲在墙角或躲在桌子底下 这样才不再倾向于是精神分裂 好 那另外接下来一个特征就是 整个病程如果没有好好的治疗 没有完整的治疗 他到最后会退化的机会是非常的大 那最后一个特征就是 这个病是经常会复发的一种疾病 好请看下一张 那下一张我们要接下来就讲他治疗的原则 那如果说大家 英文程度还不错 或是说各位有认识朋友是医生 那么可以请你朋友医生去查一些治疗的准则 或者是说是可以 这个英文程度很好的话 可以上网去查 查一些治疗的准则 所以治疗准则就是 那治疗准则的意思就是 全世界上标准的治疗的方式 都是要用这套准则来做 我打个提方 这个其实虽然是专业 但这个说简单也简单 传统的方式 包含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通用的规范 以及以北京来讲 最大的几个医院 像是北达六院 回龙冠 安定等等 也都是根据这样子的治疗准则 这种guidlights来做 也就是说有一大类的药 是这个情绪稳定剂 随便抓一个出来 例如像德巴金或是碳酸梨 你随便挑一个出来 另外有一大类叫做 新一代的抗精神病剂 像是利培童 或斯维康 或奥南平等等 这类你也挑一个出来 刚刚讲的情绪稳定剂 挑一个出来 然后新一代的抗精神病剂 也挑一个出来 这两个药合并起来 治疗 吃一段时间 足够的剂量 吃一段时间 大概六周 七周八周以后 情绪的稳定 这样说起来简单也简单 刚刚三言两语就解决完了 所以在任何一个 那个大城市的医院 小县城的医院 刚刚毕业的精神科医生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治疗 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 就让病人情绪平稳 平稳到 这个病人自己本身 心里觉得很舒服 很快乐 那家属看来也觉得 好 很满意 那医生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但是他只能够让情绪平稳 还有两个问题 没有办法处理跟解决 第一个 就是他认知会持续的退化 那第二个 就会经常的复发 所以认知经常 认知会持续退化的意思 就是指说 他的记忆力 注意力 学习力 判断力 这些都还是会很差 就到最后 因为认知功能很差 他还是没有办法 回学校去念书 上班族还是没有办法 回去工作 就是认知 就是认知退化的结果 另外第二个 就是经常会复发 以台湾来讲 我们台湾省 医疗其实算非常顶线 非常厉害 虽然医生不太吹牛 但那真的是世界的赫赫有名的 台湾医疗虽然这么好 但是双向症 它经常复发 平均我们过去的30年的经验 发现说 这些病人每一年 许多人都平均每一年 要发准一次或两次 或三次的都有 那请看下一张 在这边要提醒 现在医疗科技 进步的是 太厉害太恐怖了 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 所以我们要介绍 新的治疗的方式 在这里 跟大家介绍 有两个极重要的观念 那每次有病人 在我们看门诊 确定诊断以后 那通常我们一定会跟病人 还有跟家族讲 请你从今天开始 一定要记住 两件极重要的事情 希望你一辈子都不要忘记 第一件事情就是 现在的医学 进步的实在太快了 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 以精神科来讲 有很多病 是可以完全百分之百的治疗好 所以要对现在的医疗 要有信心 像是抑郁症 双向症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 完全治疗好的疾病 它不像是30多年前 40多年前 很多内外科的医生 都看不起 精神科的医生 因为精神科的病 好像很多都治不好 都丢在疗养院里面 关到老 关到死 那第二件事情 请记一辈子 不要忘记的就是 你如果确定自己是 双向 情感障碍的 这样的体质 那这一辈子 千万不可以 轻易地吃 任何一种 抗抑郁的药 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 很多人听过 像百忧解 舍曲磷 杜洛西丁 文拉法新 等等 反正任何一种药 只要是 精神科的医生 开的药 那你千万注意到 好歹你要了解 它是哪一类的药 如果是抗抑郁的药 不会轻易地吃 唯一的例外就是 经过医生详细的评估 那确定你真的是 跌入谷底的 那种情况 那刚刚有解释过 例如像这个人 像一块木头 或石头一样 我们才算是 还有你连手机都不玩了 那种我们才放心了 那你是 跌入谷底的抑郁症 在医生的 眼皮质监督底下 你很短期地 吃抗抑郁的药 那只有这种情况 是例外 那比较新的治疗方式 那治标治本 同时兼顾 就是保护神经的 修复神经的方法 那我们这边 因为限于时间 不详细讲 只是很快地提醒一下 在网络上 我们很多家长 就简称他叫做 四大金刚 那其中就是 德巴金 右美沙芬 美金刚 除了这三种以外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绿蛋瓶 那我们会建议说 前面刚刚讲的 那三种药 是很简单 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副作用 可以在家里吃 可是如果要完整治疗 例如像加上绿蛋瓶的话 那因为绿蛋瓶 它的副作用比较特别 所以最好是要住院 以前我们早期也试过 有少数一些病人 我们知道他在家里头 加这个绿蛋瓶 就绝大部分都失败 因为他有很大的风险 那打比方 例如像可能会犯罐的严重 这个药就加不上去 也有可能口水很多 造成呛喝的风险 好 那这个药物方面 就建议大家 药物一定要百分之百的 交给医生 信任医生 那药物方面 我们在这里 时间的关系 就不再详细讲 那最后将来的恢复过程 其实是分成 三个阶段 一个是情绪稳定 另外像刚刚所提到 你不管是大医院 或是小县城的医院 或是刚刚毕业的精神科医生 他都能够让你情绪稳定 根本就不困难 那情绪稳定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第二个阶段 就是认知会改善 例如如果用这种方式 完整的治疗 那么认知改善 例如像记忆力 注意力 还有学习能力 这些都能够很快的改善 再过一段时间 社会功能的恢复 简单讲起来 就是学生能够 好好的回学道去 念完他的书 那上班族 他可以回去复工 那他可以完成 领导交办他的工作 那每个月领固定的薪水 或者岁月静好的生活 这叫社会功能恢复 好 请看下一张 那如果接受 这样完整的治疗的话 关于教务方面 再稍微提一下 因为如果住院 如果要完整的治疗 必须要加绿氮瓶瓶的话 就必须要住院 那住院期间 绿氮瓶瓶慢慢一点一点的往上增加 整个过程大概需要差不多六到八周 那等到六到八周 把绿氮瓶瓶加到最高的适当剂量 175毫克 就可以快快热热的出院了 那这个问题很讨论 好 讲到这边 快要搞一个段落 我们来讨论一些问题 请看下一张 除了那个刚刚的 发现到最后还有一点 那这个PVT跟大家介绍 介绍一下 刚刚讲到药物很重要 因为有90%的因素 是因为头脑里面的 神经地质不正常 所以药物很重要 除了药物以外 那日常生活保养的过程 那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精神科 治疗的方向 那一定是多管齐下 那虽然药物很重要 但当然觉得不可能是 每天都只叫你吃药 吃药 吃药 除了吃药以外 还有别的事情要注意 一个是要做有氧运动 那另外 为了要让政治功能 快点恢复 还必须要多做一些 动脑子的活动 那如果父母亲 不知道怎么样 招呼孩子 那可能就是 必须要做家庭治疗 例如像可以 跟我们约个时间 那爸爸妈妈到医院来 我们会谈一谈 你如何当一个 好爸爸好妈妈 还有团体心理治疗 另外其他的治疗 就是脑腹腱 有一些人如果说 担心他的脑部功能 变差 那就要先做 做脑测评 看看他是 政治功能 哪一个区域坏掉 针对那个区域 来做治疗处理 效果会更好 那如果完整的治疗 还是没办法复学 那我们通常就要 去仔细再去盘点 或检讨 看看爸爸妈妈 在照顾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什么 疏漏的地方 我们现在只是 举个例子 以后我们希望 能够再开一堂 那个讲座 那详细地讲 这个完整治疗 还是无法复学 怎么办 那这样子 蜻蜓点水地点一下 有可能是 爸爸妈妈要检讨 你会不会 会不会关心过度 或照顾过度 如果关心过度 或照顾过度 那就要想办法 看有没有需要 跟这个孩子 适当地隔离一下 那之后 如果有机会 会再详细 跟大家讲这个议题 好 那今天到这边 先告个段落 那接下来 有一些时间 跟大家互动 那如果有一些问题 可以提出来 我们一起来讨论 好 今天 我会从这种分享 就到这里 那接下来是我们 互动问题的时间 那线上有很多问题了 已经 那如果你是 在注目直播间 或是在小的风 可以 在后台里面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直接 直接的秩序来 请问 老师您好 请问如何 区分双向的 反照 和抑郁的反照呢 如果 区分双向的反照 还有抑郁的反照 那通常就是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 这个 原来刚刚所讲的那些 那个诊断的条件 那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我们贴出来那几个条件 在医疗上 我们都要回归到 这个 最原始的方式 就那几个条文 大家不知道是否还记得 有七个条文 那我们要先去核对 看看这个病人 他整体的症状 是不是有符合 那七项里面 超过三项或三项以上 而如果基本这个部分 已经符合的话 那当他反照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 确定是 架构在 双向照光上面的 那另外 第二个部分要注意的事情 那是不是 他是那个 那个 抑郁合并的焦虑 像这个部分 如果假设已经确定 他是 双向情感障碍 那当他焦虑的时候 我们通常 不优先考虑 他是 抑郁合并 焦虑 我们会比较考虑 他的症状本质上 有可能是 造狂 或者说 他可能是 处在一种 混合型的巴作 所以 混合型的巴作 这比较复杂一点 打个比方 比如有可能 他那么多的 当下那么多的症状里面 可能他 有 某一个比例是 造狂 有个比例是 抑郁 打个比方 可能那么多的症状里面 他有七成是 造狂 有三成是抑郁 或是有可能 他当下有六成是抑郁 有四成是造狂 我们通常 优先是这样的考虑 而比较不考虑说 他本身是 抑郁合并 焦虑 但因为如果 这样诊断错误的话 那我们会不小心 给他吃了 烫抑郁的药 可能会让他病情 更不稳定 这是判断的方法 好 刚刚胡怨 回答的问题是 如何区分 双向的烦躁 和抑郁的烦躁 那么还有一个 听众小轻轻问 只要有 幻听和幻觉 就一定是 精神分裂的症状吗 若是幻听或幻觉 就当然不一定是 精神分裂的症状 好 咱们详细地 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这个幻听 通常我们先 那个证明一下 所谓的幻觉 幻觉有五种 就是视幻觉 听幻觉 秀幻觉 未幻觉 那个处幻觉 总共五种幻觉 那我先把这个 刚刚这个问题 稍微修正一下 证明一下 我们应该讲是 妄想跟幻觉 妄想跟幻觉 如果妄想跟幻觉 当然不见得有 妄想跟幻觉 就是精神分裂 简单介绍一下 妄想跟幻觉 在我们精神科 它算是症状 它不是病 就好像 我们那颗发烧发热 发烧发热 它不是病 它是症状 肺炎有可能发烧发热 那黄光炎 有可能发烧发热 那骨盆相发炎 有可能发烧发热 所以同样的道理 如果精神科 很多病 都可能会 妄想跟幻觉 造黄发作 有可能 产生妄想幻觉 精神分裂 也可能妄想幻觉 老人 痴呆症 也可能会 合并妄想幻觉 所以这都有可能 因此 反过来讲 当然不是说 有妄想幻觉 就叫做精神分裂 只能够说 如果这个人本身 它绝大部分的症状 它是以妄想跟幻觉为主 而且妄想跟幻觉 非常的严重 那么 这才有可能 叫做精神分裂 好 下一个问题 国内提出 请问认知退化 是什么意思 那认知退化 就像刚刚才讲的 你每一次 在情绪波动的时候 脑部的神经细胞 都会受到损伤 头脑的那些神经细胞 每一条都好像 一条电线一样 我们在专业的术语上 叫做神经元 元就是一元负食 万象更新那个元 那这个神经元 每一条神经元 在情绪波动的时候 不管造光发作 或抑郁发作 每一次这种 很大的情绪波动 那都会对于 这些神经元 造成损伤 那这些神经元 破损了以后 它里面那些毒素 就会跑出来 跑出来以后 会恶性循环 那因为大脑 它是一个密闭的结构 它不像大便或尿尿 能够随时把毒素排出去 这大脑里面 它毒素排不出去 这些毒素 就会去破坏 那些原本健康的神经元 就像恶性循环 那这神经元 被破坏的越来越多 那这时候 你当然认知功能 就会变得不好 这里的认知功能 就是指向 记忆力 注意力 或是学习力 或是判断力 等等 这些都会很差 所以这是为什么 你遇到几乎所有的那些 那个造光症 发作到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 它学到根本就学不下去 因为它记忆力不好 它背什么东西都背不住 单字片语 或是被古文诗词 全部都背不下去 那记忆力也没办法集 注意力也没办法集中 上课上了五分钟 十分钟就神游了 所以常常就会修学 就是因为它的认知功能不好 就刚刚所讲的 记忆力 注意力 学习力 下一个阿牛提出的问题 对于已经康复的患者 还需要定期复诊 或者怎么判断 是否有复发的预期症状吗 非常重要的观念 那如果说是康复的过程里面 那当然一定是要定期的看诊 那我们这边建议说 看诊的弹性范围很大 那你要多久看诊一次 一定要看诊 但是看诊的间期 就是interval 你比较平稳的话 那这看诊的间期 可以拉得长一点 打个比方 如果平常比较标准 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我们本来是希望 一个月看一次 会比较理想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 是非常平稳 这个药就照这样吃 根本也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那我们可以勉强接受 三个月看一次诊 这样也行 那最久最久 我们不管是我们医院 或其他任何的医院 我们的所有医院的惯例 都认为说 你最长不要超过半年 就是六个月 打个比方 如果说 你只是要 我们开药 既要到家 那我们的期限 原则上 如果超过六个月 没有看诊 我们就 不愿意 轻易地开药 给这个病人 那另外 刚刚有一个 极重要的问题 就是一些复发的 一些征兆 我们会跟 所有在康复期的 病人跟家族 都要提醒 你一定要时时刻刻 觉察自己是否 有造行发作的 一些前兆 我举几个例子 例如 有一阵子会话多 想法多 或是睡眠需求减少 或是烦躁 易怒 还有像购物狂 或是性方面的 欲望增强 所以性方面欲望增强 包含的包罗万象 打个比方 不知性行为 有时候你头脑里面的 性方面的 欲望或幻想 连续好几天都有 这也算是 性方面的 欲望增强 所以如果有以上 这几种状况 那就表示 你是造行怪 发作的前兆 谢谢胡言 下一个问题 是来自视频号的朋友 他想问 请问药物 可以长期吃吗 药物可以长期吃 药物一定是 可以长期吃的 我们这个 很感慨 感叹一件事情 尤其我们中国大陆的民间 好像很多人 花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叫做 是要三分毒 那在这边 我想要 是正本清源 跟大家沟通这个观念 我们不要再讲 是要三分毒 我们转换另外一种 治疗的理念 就是你身体缺什么 就补什么 你身体如果缺少一些假设 你身体缺少某一个维生素 你就补那个维生素 你脑子里头缺乏 某一个滋养神经的东西 你就补做那个滋养神经的东西 所以我先讲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药物 有需要长期吃的话 你要慢慢接受 可以长期吃这个药 那很打个比方 这几种药里面 尤其特别是 保护脑神经的几种药 像 又美沙芬 美金刚 德巴金 至少确定这三种药 那我们是建议要长期的吃 因为它 像长期吃下来 有两个极重要的利益跟作用 第一个就是 它至少能够让你情绪 平平稳稳的 不会容易复发 那另外第二个 它会持续的保护脑神经 让你的记忆力 注意力 都能够越来越好 那么 有很多人 可能不见得说 经过医生的 这短短的几分钟 三言两语 就能够接受 吃到吃一辈子 所以像 在这里 我个人想要分享一下 自己的一些经验 我们按照 我们精神科的伦理规范跟专业 我们精神科医生本来 不允许随便跟病人分享 我们医生的个人经验 因为个人经验可能是错的 但有时候真的逼不得已 那我个人为了要 让病人跟家属 都对于用药有信心 所以有时候会分享一下 自己的经验 我们这个医疗团队 其实有好几个医生 是一直都在吃这几种 保护脑神经的药 因为我们亲眼目睹 这些药 它对于保护脑神经的效果 在实验室做出来的效果 超级好 非常好 随便举个例子 好早期以前 我们就亲眼目睹 陆教授他做的实验是 用那个幼美沙芬 他可以把血管里面的 沉淀的那些胆固醇 那些脏东西 全部都溶解掉 全部都吃得 清得干干净净 所以我们医院 好几个医生都 长期吃这个药 包含陆教授 还有包含我 那我个人吃这一组药 已经吃了差不多六年 这六年前 在还没有吃这些药以前 感觉起来 好像记忆力 注意力都非常差 因为很多事情 会丢三落四 那么这六年 这样吃下来 到现在为止 我们医院每天都有 十几样或二十几样 医疗的事件 或是行政的事物 需要处理 结果后来发现 根本都不会再丢三落四了 所以吃这个药 我们个人的经验 是觉得很值得吃这些药 而且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没有一时一毫的副作用 效果也非常好 所以这边大力的鼓吹建议 就大家可以放心的 长期吃这些药 那医生的经验 应该很值得参考 打个比方 各位看看如果说是 这个眼科的医生 他会不会建议大家去做 眼科的近视的雷射手术 那你就要去看看说 这个眼科的医生 他是不是愿意去做这个手术 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手术 如果说这个眼科的医生 他宁愿戴眼镜 他也不去接受 这个雷射的近视手术 那我们就发现说 这个手术可能让大家不太放心了 所以如果医生都敢吃这一组药 那大家就可以放心的 长期的吃 好 服务员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这两个 可能都是跟家里有这样的个案有关的 他的问题是说 孩子不愿意去医院检查 怎么能够说服呢 外甥之前被确诊的造狂 造狱症 但是现在不太闹人了 家里人都不敢惹他 依旧不去上学 这种不干预会自然好起来吗 不干预的话 他不会自然好起来 他情绪又都会 会一下好一下坏 那情绪会不会好起来 好 那我们那个 讲有一个比较专业的状况 如果说是造狂发作 那如果不去管他 他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如果完全放证不去管他 不吃药 他表面上看起来 可能他闹疼一阵子 假设闹疼了差不多三个月 好像大部分的人就不太闹疼了 情况会稍微平稳一点 但是他脑部的受伤 没有去处理的话 他政治功能一直都不好 他的功能当然就不会恢复 所以刚刚提到 好像是刚刚意思说 要怎么样 让他来说服他 在这边的话 我们是很有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传授大家几个秘诀 首先第一个 你可以先脸红 带一片红一红 红的方向 至少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 假设这个人睡眠不好 那你可以红他说 我们到医院来看看医生 那帮你调一调睡眠 这样会睡觉睡得更好 因为这个医生 是睡眠方面的专家 这是第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 每一个人 不管男女饶幼 他心里面都会有一些心结 一些砍过不去 所以假设你能够抓到 他的一些心里面的砍 例如学校有些困难 跟同学交往不好 等等 那你就可以哄他说 好 那我们去看看心理医师 那心理医师 给你做一些心理疏导 这样帮你划过心里面的砍 有这种方法 先脸红带片 把他骗到医院来 这第一个步骤 那第二个步骤 都可能有许多的家族 都多少听过 所谓的强制住院 所以花一天时间 跟大家提醒一下强制住院 我们医院很直率 坦白跟大家讲 我们医院住院的病人 这样掐指预算 好像几乎有一半左右 都是被脸红带片进来的 甚至于脸红带片的人里面 也有好几个病人 他是经过父母亲 签了强制住院的同意书以后 我们就用比较强硬的方式 例如找几个壮汉 把这个医院病人 强压到病房去 我们现在冷静地想一想 先不要想得太极端 我们冷静地想一想 为什么医院 敢做这些 违反基本人权的事情 很简单 因为这些病人 被强压进来以后 即便是用非常粗暴的方式 强压进来 到最后把他完全地治疗好以后 他绝对不会痛恨爸爸妈妈 反过来他会谢谢爸爸妈妈 谢谢医院 当时用这么强硬的方式 把他抓来医院住院 所以治疗好以后都会这样子 而且其实尤其这些 年纪轻轻的孩子 十多岁二十岁出头 我们每天从早到晚 看到这些案例 他们被强压进来 我们本来是盘算着 依据经验或是揣测 他可能大概做了一周以后 可能他就不会那么反抗 可能大概一周以后 他就会不太仇恨爸爸妈妈 不太仇恨医院 可是结果往往 跟我们想象有差别 绝大部分根本就不到一周 绝大部分的人 尤其这些十多岁到二十岁的孩子 被强压进来 奇怪 他大概三天到五天 就改变了 三天到五天 以后就觉得非常乖 就不会再骂爸爸妈妈 也不会怪医院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状况 都非常感动 这些年轻的孩子 他自我修复的能力 也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好太多 所以不用担心 你就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就像刚刚说 讲的用比较 比较委婉的方式 脸红带片 再不行的话 可以考虑 让我们用强势的方法 让他来祝愿 还有网络上的 陆陆朋友问 如果爸爸和妈妈都是双向 孩子一定会是双向吗 那当然不一定 虽然跟遗传有关 刚刚其实是 讲到 可能会让大家担心 就是记得刚刚讲 90% 10%的观念 有90%是体质 遗传等等 那如果爸爸是双向 妈妈也是双向 那当然不是说 我们就排除我保证 这个孩子 我就保证 他百分之百是双向 这当然不可能 所以如果说 爸爸是双向 妈妈也是双向 这涉及到另外一个 严肃的问题 有的时候婚姻咨询 有时候病人会问我们说 那这个双向症 他可以结婚吗 那结婚以后 可以有小孩吗 那一定是可以的 只是要想清楚 例如像要不要小孩 那要先考虑清楚 自己本身 如果巴病的话 社会功能不太好 你有能力 可以照顾小孩吗 这比较初步的问题 那至于爸爸妈妈 都是双向症 你的小孩 那有可能 能够平平安安的 过完一生 都得不到任何 精神科的疾病 那是可能的 那最主要的关键之一 就是你这个孩子 从小到大 那你给他 多一点关怀 照顾跟爱 那不要对他 有一些不适当的管教 比如打骂 或是忽略他 得不到一些 基本的生理需求等等 如果这样子的话 从小到大都 足够多的受到关心 那他将来会得到 这个病的机会 并不像是 大家想象的 那么严重跟恐怖 胡怨你还能继续 提回答问题吗 可以了 现在好像才八点 是 对对对 好多问题 在八点半以前都是 网络上有很多朋友 关注我们 有继续 还有很多问题 那我们就继续 回答大家一些问题 Sani我问 请问胡怨 如何确定孩子 是双向症 而不是抑郁症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刚刚有提到 可是抱歉 我们这位家人提到 这个问题 可能刚刚讲的 并没有很清楚 如何确定 他是双向还是 他是真的是双向吗 还是他单纯的抑郁 首先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要详细的问 我们医生 一定要非常有耐心 尤其精神科的医生 在问手诊的时候 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 非常详细的问 那问哪些东西 就刚刚所提到的 那些一开始 我们讲的第一个重点 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是我们有画一个波浪图 有跟大家讲说 那个绿色箭头尺的 那个地方 在照防发作的时候 他有哪些症状 那所以当然了 就遇到这类的那个病人 我们一定会详细的问 问他是不是有 这些照防的症状 这样详细的问 所以这种方法 那初步要鉴别诊断出 他是双向症还是抑郁症 其实根本就不困难 然后再加上 第二个要强调的重点 刚刚提到过 25岁的原则 那这边就再强调一次 如果说有个人 他是在医生面前 或是在家长面前 表现出来的 就跟刚刚我所说的 那九个塔通图片一样 就那九个抑郁症的症状 好像都符合了 非常像是抑郁症 而且详细的问 假设 假设好像真的 问不太出来 他有哪些躁狂的症状 例如话多想法多 那个睡眠虚度 减少性泛滥 购狂 好像都不太有 那你觉得他是 单纯抑郁症的气会很大 那但是啊 一定要过 刚刚25岁的那一关 就刚刚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 即便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抑郁症 但是啊 他的年龄是在25岁以前发病的 那这都千万要谨慎跟小心 那那个谨慎小心 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就是仔细的观察 你要每天从早到晚 仔细观察他情绪的变化 那网络上有一位叫黑子的问 胡彦请问 我们现在只吃斯瑞康和拉西半 不吃碳酸里可以吗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效果不会很好 因为刚刚这样的问的意思 应该是说 他是双向症 双向症如果说 单纯只吃那个斯瑞康和拉西半 那会有一点问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 他这样子治疗可能不太完整 那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 那别忘了刚刚所提到的 至少现在全世界上 共通的治疗的方式 那他是要有一个 那个情绪稳定剂 例如要不然就是选德巴金 要不然就是选碳酸里 这两样一定要选择 其中一样出来 然后另外再搭配 另外一个新一代的抗精神病剂 像斯瑞康或是这个利培酮等等 这样效果会更好一点 那关于劳拉西半 他毕竟是一个类似上 他属于安眠药类的药物 如果吃久了以后 还是容易心理的依赖 所以劳拉西半能够不吃 就尽量不要吃 即便要吃的话 最好不要超过一个月 因为他只是辅助的药 好 那胡言请问 口水嗆壳怎么处理 口水嗆壳怎么处理 那我们有些药 尤其特别是绿蛋瓶吃了以后 会口水多 导致嗆壳的机会是比较大 那处理的方式 首先第一个 晚上睡觉一定要坚持撤睡 那撤睡的话 那如果万一 他自己已经努力撤睡了 但是晚上在不自觉的情况之下 会不小心翻成平躺 平躺的话 那口水嗆壳的机会很大 可能导致肺炎 就要住ICU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最好的方式 就是买一个撤睡背包 跟他背着 那他就是背包 睡觉很难受 但是忍耐一下 为了不要呛到 所以要忍耐一阵子 逆风飞扬问 请问胡言 孩子对自己的情绪 分辨得很清晰 自己造了或是抑郁了 孩子都会自己去分辨 请问这是好事 还是孩子过于勇敢 其实就直接看起来 这当然是好事 因为我们就怕自己 不能够觉得他自己的情绪 那就比较麻烦 如果他能够有自知之明 那觉察到他的情绪 是照或是愈 那当然就太好了 他自己知道的话 那他应该就比较 更容易去接受治疗跟处理 换句话说 很多问题一定要面对 你如果不面对的话 这个问题还是存在 所以宁可知道 宁可觉察 这样才能够去面对它 这个问题有点 很多问题 我再看一下 请问胡言 双向并发强迫和射恐 除了四大金刚 有专门针对这两个症状的药吗 强迫跟射恐 那这我们要稍微分开一下 看 如果是除了四大金刚以外 那如果说是针对强迫的话 我们通常都是比较优先考虑 千万不要说是 在网络上查到一些讯息 认为说强迫症状最主要的 那个 王道中的王道是用抗抑郁剂 这样不行 因为它翻成 这个造黄发售的几率很大 所以比较标准的 现在比较好的方式 有几种药可以选 打比方 优先考虑用利培酮 利培酮吃了副作用 如果比较大的话 那可以用疏弊力 那这个是治疗 那个强迫症状的 那个首选 用这两种药 那色孔的话 色孔其实 色孔 这个有有一些抗抑郁的药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符合我们的 那个治疗准则上的 治疗标准的用药 但是还是一样的老问题 就是它有可能翻成 造黄发作 所以如果说针对色孔这个问题 我们要优先考虑 非药物的方法 也就是说 尽量可以去考虑做心理治疗 尤其是认知行为治疗 这种方式的话 治疗效果会更好 而且避免药物产生的副作用 谢谢 请问胡远 孩子目前要买许多书籍 而且不停买 怎么处理 买很多书籍 不停买要怎么处理 那我们那个 简单讲起来 这个或许它有可能是 所谓的购物狂 那买很多书要怎么处理 首先第一个步骤 我们还是那个三句不离本行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 双向情感障碍 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步骤 是一定要想办法去鉴别诊断 形式细腻一点 那那个 当然不能够说 今天讲的题目是 双向情感障碍 所以我们所有的问题都 归咎在双向情感障碍上 这当然不行 因为这样太偏激了 那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先鉴别诊断 它是除了买很多的书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症状 也就是说我们要精确的诊断 他有没有刚刚我们所讲的 花多想法多 睡眠需求减少 信誉强等等 如果有那些东西 那就表示他 的那个买很多书 这个购物狂 它是架构在造狂发作的情绪里面 那治疗方式就是像刚刚所讲的 以药物治疗为主 那把他情绪弄到平稳以后 他当然就不会再去买那么多的书了 好 那我们细心的想想 如果假设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情绪症状 就是说他没有造狂 他并不是架构在造狂的话 好 那么这个诊断的话 是单纯的叫做购物狂 那购物狂其实 它也算是一个诊断 它不是正式的诊断 但它也算是某一种 还蛮苍见的问题或诊断 那么 如果是单纯的 那个 购物狂的话 那么 它的处理的方式 有两类 一个是药物治疗 一个是非药物治疗 如果是药物治疗的话 是有少数一些个案 他可能用抗抑郁的药 有效 但还是有那个风险 有可能有 转换成造狂的风险 那所以最主要 还是要考虑用 非药物的方法 那非药物的方法 在这边分享几个 简单的方式 先清廷点水一下 简单讲起来 叫认知行为治疗 打个比方 不管是买书 或者买很多东西的购物狂 可以考虑 训练它 以后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先拿出纸跟笔来写 把你想要买的东西 先写下来 然后在这样东西 这个品项的后面 你要注明 你要分等级 你要分等级 这是你想要的 还是你需要的 还是生活必须品 标注是这三种种类的 哪一种 那这样子的话 你要去冷静的想想看 这样子做的目的 最主要就是 推迟你的这个冲动 让你的冲动控制 变得好一点 因为人活在世界上 你想要的东西很多 但你需要的东西 其实不是那么多 那生活必须品 不可缺的东西 尤其是更少 所以用这种方式 可以考虑 好 还有一些问题 双向的孩子 适合什么职业 如何职业规划 双向的孩子 如何职业规划 双向 这个是 可能提出这个问题的 那个家人 可能是脑洞大开 这个问题是蛮妙的 他适合什么样的职业 这不一定 我们世界上 不会有哪一个 或哪一类的工作 就特别适合 双向症的病人去做 就是某一种类型 跟他得到什么病 他直接其实中间 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或可以参考的依据 因为这个人 他适合哪一个工作 完全是要看 他的个性怎么样 看他人格特质 兴趣性向 看他本质学能 用这种方式来判断 所以没有办法说是 这个人得到 某一种精神科的病 就适合去做 某一种类型的工作 那这个疾病 跟工作之间的相关性 并不是从 他是配对 哪一个工作来说起 而是要看看 他的那个恢复期 可以恢复到 怎么样的程度 那稍微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 假设他经过了 完整的治疗 正在康复期 工作方面的态度跟理念 工作的选择的方式 在刚刚开始 那不要太过度的 找出那个眼高手低的工作 也就是说 不要太那个 那个眼光放的太高 不要去搞 不要去找那个 太困难的工作 换言之就是 刚开始在康复时期 你只要有工作就好了 尽量找一个 自己不太排斥的 然后比较单纯的工作 好 我们现在随便举几个例子 有一些不太烧脑的工作 刚开始可以去选择 例如像是 有些做保洁的工作 这个很单纯 要不然就可以到 这个餐厅的后厨去洗洗碗 或是说帮忙发传单 我们在路上 在街边会发现 有些人发传单 发什么健身 或游泳的传单 像这些是比较单纯的 然后可能比较没有工作的压力 不需要跟人有太多的 那个过度的互动 那你不要说 一下子去找那个 极度压力大的 例如你要去卖汽车 或是卖房子等等 这种压力大的 就暂时不考虑 我想今天晚上最后一个问题 我要把时间交给 我们CIU和CIU的老师 健老师来做 接下来胡怨 还有一系列的讲座 还有陆教授 会带给大家 所以到七月份 我们规划了 几乎每周每月都有 那最后一个问题 想抛给胡怨 就是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事情 他说老师 我做书法老师 教过很多学生 异常的孩子也很多 当我试图了解 研究 多动 自闭 狂躁 抑郁 习得性无助 双向情感障碍等 我总觉得 我自己也有相关症状了 为什么呢 那我怎么证明 我自己有没有心理问题呢 怎么证明自己有没有心理问题啊 那刚好最近 有的人有问到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检测的工具 可以自己筛查一下 这里有没有疾病 在这边跟大家建议一下 那诊断这个问题 还是要回归到专业 那有一些 你可能网络上 或是什么地方 能够找到一些量表 来筛检自己有没有问题啊 那那些全部都只是当做参考 因为那些 写那些问卷量表 或自我筛查的话 很可能受到 自己本身当下的情绪影响 或当下的 那个一些 那个认知功能的影响 有可能会有很大的偏差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总建议你还是找 专业的医生来做判断 我们经常会打一个比方 那希望大家把那个 疾病的那个诊断评估 以及药物治疗这些啊 就尽量都要交给医生 要新人医生 我们常常举一个例子是 你家的那个宝马汽车 他的传动轴坏掉了 那你会不会到街上去 去汽车零件店里面去 自己买一根传动轴来 然后自己把这个传动轴给换上 通常不会 通常你会交到修车厂去 找专业的事物来处理 那身体或心理的疾病 也是一样啊 所以如果怀疑自己有什么问题啊 那很建议大家不要胡思乱想 或是到网络上去找 像刚刚一开始有示范的那些 诊断的条件一条条去对比 我们建议啊 先暂时不要这样做 而是要找专业的医生来谈一谈 这样会更靠谱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胡彦今天晚上回答的问题 谢谢在网络上 在Room 还有在小恶通 还有在那个视频号里面 听众们的回应 感谢大家 那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建老师 请 好的 非常感谢胡明川医生 跟我们带来非常专业 非常实用的讲座 也谢谢胡医师 在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耐性和恩慈 那我想要求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 和我们纵会使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就扣一个一好不好 来表达对胡医师的这个感谢 谢谢胡医师 那刚刚有好多的这个同学观众朋友在问 比如怎么看讲座回放 怎么样还可以收到胡医师的分享 这样的互动的答疑 我们在3月27号周三晚的19点 胡医师会跟我们继续带来 关于情绪康复期的困扰 为什么我的孩子 仍然没有办法上学的讲座 所以大家可以加我们客服老师的微信 或者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 然后就可以收看到我们这些一系列的 刚刚就是英零医院 刚刚陆教授团队的同工也有预告 我们后续其实陆武宾教授也会有像 关于双向症啊 这些的一些主题讲座 所以大家都欢迎大家关注哈 那如果大家想要直接的联系 就是有需求直接联系 胡医院他们这边的问诊的话呢 就可以截这个屏幕 对来关注这个陆武宾教授的 整疗团队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微信 如果需要有直接的这个问诊的话 就可以截屏这一页哈 对好的 非常谢谢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想要提问或想要联系 都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 加我们老师的微信 我们都会把相应的联系方式 转转告给大家 转告给大家 我们再次的感谢胡医院辛苦了 在结束之前呢 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 我们下一场在3月16号 就是本周六的晚上9点 在我们同样的这个 众议会室和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 会为大家带来的 是我校临床心理辅导的教授 葛林卡教授 他的心理讲堂的主题是 情绪的力量通过身体对话 找到问题的核心 那葛教授呢 他是香港心理学会的注册心理学家 也是美国的百欧拉大学 临床心理学的博士 美国富乐大学的 婚姻与家庭治疗的硕士 他持有美国加州婚姻 和家庭治疗室的执照 他的擅长领域是心理测试 个人婚姻及家庭治疗 他广泛服务于受抑郁焦虑分离 婚姻冲突等困扰的 儿童青少年和成人 所以也欢迎大家关注 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后续都会有 每周都会有精彩的 这样的一些直播分享 好那也再次的播报 我下2024年夏季学期 就是5月份开学的学期的招生信息 我们感谢 就是师友们为我们转发 或者您身边有需要的 这样的一些装备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转发给他 在临床心理辅导 工商管理MBA 还有计算机网络安全 三个专业当中 希望全面装备和提升自己的 这样的一些学子 欢迎大家也为我们推荐 好 那同时我们也感谢 本次联合主办单位 加拿大心理健康护助中心 他们是一间在加拿大联邦政府 注册的非盈利机构 他们希望为那些 遭受心理健康问题的人 搭建一个心理健康的护助平台 他们提供的是免费的 华语服务热线 一对一的小组 彭费心理支持等无国界公益服务 所以也欢迎有需要的观众们 可以关注他们 好 那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需要看讲座回放 需要联系国院他们所在的这个 整疗机构 还有需要收看后续的一些讲座的 一些预告信息 都可以扫码 截屏 你们可以先写下来这个图 用微信扫码 加我们的客服老师 就是进到我们的群里面来 以便及时地收到这些信息 好 那我们就再次感谢胡明传医师 为我们带来本场精彩的讲座 感谢陆并教授 整道团队的同工们 谢谢你们 好 我们今天的自播讲座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